OK,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讲师顾鱼 好,今天给大家讲第四课 如何用手机PCart制作一个摄散的效果 之前在Photoshop里面教了大家两节课 怎么去做一个摄散效果 当时用了小包总和悟空传 和彭于怨的一个照片来制作一个摄散效果 今天我们用PCart来讲这个摄散效果 好,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界面 我们再温习一下 今天怎么直接用素材来进行制作 好的,往下方可以看到 有很多设计师和摄影师的作品 我们可以挑选一个你喜欢的 好的,我们就选择这一张美女 这张美女我们选择以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来源 这张来源是别人拍摄的一张作品 好了,我们直接点击编辑 好,点击编辑以后 它会进行下载载入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可以为我们所用了 首先把照片进行一个修饰和调色 调出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我们选择效果 好,由于画面我觉得清晰度不是很够 我选择HDR 然后把HDR的数值打得略微低一点 好的,直接点击应用 直接点击工具 有一个分散 可以让你一键达到摄散的效果 然后点击分散 它会有一个提示 选择区域 最下面可以调整它的尺寸 好的,这里我们直接选择它的身体 好的,我们选择了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红色的模板 选择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 直接可以做了一个摄散的效果 它用了一个三角形的画笔 包括我们在最下面 可以调整它的拉伸 包括它的尺寸 三角形的大小 包括它的方向 可以让它往左边 基本就做到了一键做摄散的效果 摄散效果其实在 之前的广告摄影和电影里面会经常用到 慢慢的逐渐 区域平民化 让PS会简单的可以操作 现在在手机上也可以做到一键的效果 好的,这里我们直接点应用 基本上摄散的效果就已经有了 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保存 好的,我们选择另外一张图 我们自己的图 这是我前面课程的一些素材 好,我们选择这张肌肉栏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做双色曝光的时候 用到了这张肌肉栏 好,直接选择效果 一样的HDR 让画面立体感会更强一些 好的,点击应用 好,点击工具 直接选择射散 好,这次我们需要让它的身体 右半部分全部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把它涂抹满 好的,点击 可以看到碎片 我们可以选择拉伸 减弱 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变化 可以调整它的尺寸 同时你也可以进行两边的涂抹 整个身体进行一个碎片化 好的,我们点击应用 好的,最后做一下总结 它虽然没有Photoshop上这么复杂 但是其实它的一键 做的这个三角形的图形 做的分散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很多细节注意的很好 我相信它之后的版本 也会更新一些分散效果的一些画笔 不同的画笔 做出不同的效果 好的,色散效果以后 我们选择效果 效果里面我们选择艺术效果 最后面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漫画的感觉 选择草绘 手绘的感觉 我们点击应用 然后这个可以结合你们的创意 结合不同的图片 做出你们想象的一些照片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我们都看虎了 没有游客 我们的游客 给我们的游客 就一定看不透明 我们的游客